你们是住客吗 你们住多久了在这边 天呐在和平房间住了快两个月 现在是5月16号上午9点21分 我现在在我们上海的最重灾区 普通新区我们小区的现场 我要给你们看看 现在上海没有解封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新闻 我不知道是怎么理解的 反正我们小区被封了60天以后 现在依然到现在为止 一个人都不能出去 一个人也不能离开现场 每天就是不同的核酸检测 抗原检测 核酸检测抗原检测 然后而且每天就是抢菜 物资供应始终还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 但是已经饿不死了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至于说你们新闻媒体上看到的 那我就要想请问 如果一个2800万的城市 当中有50万或者70万的人口 他们只是现在 因为复工复产的需求 点对点的 点对点的实现了 这个另向的工作 复工复产 这就叫解禁解封了吗 看看这就是我们小区大门 看到没有 我再给你们好好说一次 你们不要以为我在骗你们 我就一点都没骗你们 这是我们小区自从3月13号还是3月23号封闭到现在 你看这个线 在前面都带着栏杆的样子 这是门户外 然后你们再看远方 我不知道能看得清楚吗 路上都带路障的 看到吗 都带路障的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好吧 不要说上海解封了 你们以后不要说这个词 好吧